大會主席,各位同道,各位專家。 我今天報告的是晚期副小的黑癌中醫中文治療方案研究。 有這個課題是我們負責國家食育或公關的課題。 所以現在向大家做一個怎樣的融合報告。 因為大家知道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很高,所以危害能夠健康的疾病。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有效的反制方法。 從全世界來看的話,肺癌已經成為最死亡的第一位。 每年大概有160萬新發生的肺癌率。 有140萬死亡率。 從美國2009年肺癌的發病率,有20萬死亡,160萬。 中國來講,2009年發病率新發生的肺癌是70萬死亡,60萬。 70%到80%都是肺癌的。 所以三分之二的肺癌,肺癌的肺癌,都在免除診斷以後,都處理關係。 損失了手術的機會。 那麼肺癌的治療目標,是什麼呢? 我認為,不管是什麼方法,主要的一個是完結病情。 第二個,什麼體高生存、定量。 最重要的一點,延長壽命。 能獲得就是好。 不管是什麼方法,主要這個目標。 那麼從西醫來講的話,肺癌治療的話,早期手術效果比較好。 大概一期的肺癌的話,目前來講,有67%的,這個五年生存率。 到三期四期,就是非常滿期了。 那個手術三期,三A還可以手術,三B和四期就沒有辦法手術,都非常滿期了。 生存率就非常低。 發射治療,五年生存率也就百分之四到十五。 化療,表NP和GP化療方案,近期療效比較好,有五十四。 但中衛生存期,最好呢,也不過就是三個月。 一年生存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目前來講,板像,治療的話,那個特律開療的話, 中衛生存期也就七點九個月,十個月左右。 一年生存率也就百分之三十二。 就是幾乎聽你,就是163。 這個中衛生存期也就七點六個月,一年生存率大概有三十二。 這個,西醫治療是現發,大概就這樣。 所以現在的醫學治療呢,肺癌呢,主要手段,一個是手術,化療,化療,還有白癌治療。 它的目的,主要是消滅、腫瘤、文物標的。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缺陷,缺乏全身的條件。 所以目前在南海治療中間,確診的時候因為有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中網期的。 所以大多數都是去守住根治的機會。 以放療、化療為準的,雖然有一定的療效, 但是因為毒腐反應問題。 還有的,管治療比較短。生存質量呢,相對來講比較差。 所以還不能夠明顯的天然生存期。 所以在我們國家,以中醫做法中藥治療腫瘤歷史比較差。 才就是近五十年來,舉多以後就開展了中醫藥和中藥結合治療腫瘤的臨床研究。 從整體官出發,根據毒瘤病人的全身和局部的情況, 把中醫的辯證和辯證和取編的方法和西醫的手術、患療、化療等方法 建議結合綜合治療,取長不短,取代了由於任何一種當存的治療的效果。 無論在近期療效也好,在遠期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也好, 改善患者的生存資料方面呢,我們說都取得比較大的進展。 也顯示了中醫藥和中藥結合在腫瘤治療中的特色和優勢。 所以目前的中藥結合治療已經越來越受到廣大的確診和患者所接受, 並且在腫瘤已經採用的方法,是二性腫瘤的中合治療中間的一個有效的手段之一。 那麼這裡面我特別要提出來一個腫瘤治療的這個問題。 因為從中藥來講的話,它是從整體出發。 另外呢,哪一種的發生、發展、主要是留意正氣的學術, 營養的四處平衡,做負功能量的四處條, 隨著柳治的可協,在裡面包括自然因子。 它可以引起的七次旋律,彈營不絕,相互交接, 使經久的就形成在腫瘤的腫瘤。 那腫瘤的腫瘤生長也會經歷不斷,耗爽正氣。 在正部二節怎樣的一個助長呢, 也就是一個發展。 所以對於自然的理論基礎, 我們說從我們最古老的內心一直到起, 特別是《一中畢瘤》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機制成績、總化的形成是由於正氣的步驟, 然後解氣舉止。 同時提出來, 這條總流的資料方法是用養鎮這個方法, 可以消除總流的。 這裡面很明顯地看出來, 在來臨和記憶體的抗病能力, 我們所正氣的虛弱有密切的關係, 也說明了正氣的需損是形成總流的內在移植, 所以耗爽從全身進去變成一個局部表現。 所以現代醫學也認為, 保健主流的發生發展和整體環遊功能的衰退, 內環境的失調和混亂, 尤其是西方免疫功能的水平的低下, 有密切相關的。 所以這次的腫瘤的話, 又會加深了這個體體免疫功能的移植, 阻擋了腫瘤的發展。 從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腫瘤的發生和發展, 是一個,中醫來講, 是血液和症相徵的一個過程, 是腫瘤病人的症氣和免疫功能的狀態, 和癒後有的關係。 我們中醫治療治病的話, 主要是求其本。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腫瘤是因為虛而代病, 因為虛而生, 所以整體是虛的, 絕部是生的, 這種一個治病。 所以, 對於腫瘤的治療, 我們說, 除了一般, 常用的骨法, 也就是手作、放療、化療, 包括大腔治療, 除了抗癌的中草藥以外, 才十分強調, 腫瘤的應用。 什麼是腫瘤? 腫瘤培本, 就是在辯證論詞, 一定要辯證論詞的原則下, 應用。 所用的治療虛損不足的中药, 來培政本源, 調節人體的營養氣血和狀活功能的生理功能, 增強集體內在的抗癌能力, 提高免疫功能, 去除並且一致癌的發展。 實在病情的, 完結病情, 提高生存之量, 延長收入, 甚至有治癒的, 可以治癒的這個目的。 這個我們在1972年, 在全國總流免疫工作會議上, 我們大會做報告, 大家大會在西伊同道上場。 從我們大量的臨床和事業研究, 也都證明了, 有具體都不講, 有事業不問, 我們做了很多工作。 中醫藥治療總流都顯示它, 中醫藥主要, 我們根據輔診區學的原則, 針對病人的不同階段, 協診的測試, 我們要存用中期結合的中科治療方法。 一般來講, 早期, 我們要主張的手術治療為主。 我特別反對, 我們有的中醫, 另外, 你不要開刀, 一噴這個鐵器, 那你就沒辦法了, 要轉移了。 這種說法, 不可學的。 所以, 我們一直, 我保養五十多年的中醫, 早期病人, 我一定主張的手術。 中醫到現在, 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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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把消滅總流方面呢, 你還不夠, 這個永遠不如這個細密方法。 所以, 就不如把他理藥口使, 這方法為主, 特別是早期頓的。 往前病人呢, 我們主張, 以中醫藥治療為主的, 甚至中科治療方法。 所以, 這個是中醫和中西結合, 總流的大概情況。 所以, 過去, 我在香港講過了, 我就不多重複了。 那麼, 中醫藥在病癌治療中間, 有哪些作用? 首先, 是改善症狀, 提高生活質量, 延長生命。 另外, 是提高病人功能。 還有呢, 相對的講, 可以有一定程度的, 空虛作流。 同時呢, 還可以減輕, 換療和化療的, 還有打線治療的, 不良反應, 提高療效。 另外, 在手術後, 因為中醫藥治療, 可以防止和減少腹化, 轉移, 延長生命。 那麼, 講了半天, 中醫藥治療和中心結合, 治療的腫瘤, 到底我們了效怎麼樣? 目前來講, 我們國內, 中醫藥治療會員的水平, 中位生存期, 大概是8-8.8左右, 到15.5左右, 這個水平, 中位生存期。 無論生存率, 最好呢, 也就是24.2。 那個, 中醫藥加化療的水平, 中醫生存期, 一般來講, 是8-15.6, 就是最好的。 五年生存的, 最好的, 也是24.7。 那麼, 我們因為中醫藥治療肺癌, 首先呢, 要講肺癌的病因病激, 因為肺癌要發病, 我認為, 主要是因為症情輸出, 營養涉症, 另一人之邪, 曾須侵入肺癌, 協志尋中, 父親、 奉養, 孫家的事實。 所以, 奇蹟不利, 修行受阻, 譚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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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章, 膠減膠減, 時間球盪, 形成了肺部的腫瘤。 所以肺癌也是因為虛而成, 因為虛而成, 而成, 所以虛是病的本, 字為病指標, 所以全身是虛, 最負責是十分的病, 所以肺部的腫瘤, 我認為是全身的疾病的一個局部表現。 由於肺癌是, 肺的法是, 中醫來講是一個胶狀, 它是屬於脂肿本, 肺炎的区域,我们在理床观察,以阴序和清凉区域是多建的,甚至外出于气质和谈影部队的这种局部的病例变化,所以不同的肺炎对能,在不同的病人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哪一种对具体的双汗轻松不一样。